杨子和王宝强 还有曾开心麻花走出来的男演员王宁 三人合作的小品马上到成为春晚收视率最高的小品 小品的中心就是围着快递小哥 顾客和网约司机展开 三人合作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搞笑的作品 王宝强的衣品解析王宝强穿黑色西服出镜 内搭粉色圆领围衣 看起来休闲随心又舒服 下搭浅蓝色休闲裤 深浅色系搭配的很和谐 粉色和蓝色搭配起来特别清新干净 搭配上白色休闲鞋子 很适合王宝强的性格 在台上王宝强的台词是嘴瞟还是台词 还是王明救场王宝强更火了呢 王宝强是嘴瞟了吗 很多观众都看了小品马上到 续经的观众发现王宝强多次说错台词 其中有句台词是车压坏了快递 王宝强却说成了快递压坏了车 这句话也引来了众多争议 有网友说这是王宝强故意搞笑的 还有一句是你的快递坏了 去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 也有网友说王宝强不可能 反这么低级的错误 毕竟不是才出道 如今都已经很成熟了 王明救场反应贼快 很多观众都没有注意到 事实真是如此吗 咱们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网友评论大家都知道春晚很谨慎 并且都是多次彩排 演员对台词也是背得滚滑烂熟 根本不会出错 网友们的评论大多数都不相信 王宝强忘台词 在台上王宁还说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啊 挺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整一张长嘴啊 又有网友评论 说王宝强就是紧张说错台词了 接下来的那一分钟 王宝强和王宁都是混乱的 其实很多观众都没有看出来 是王宁在救场感觉 是剧本里面的台词 其实这句话加入作品里面 没有一点违和感 反而很和谐 小编认为幽默又搞笑 很正常 王宝强本来就是搞笑的人 这样的语句对他来说很正常 无论是王宁救场加盛区的 还是台词都很和谐 小编只有加上搞笑的语句 才会受观众喜欢 所以大家不必再纠结了 杨子一平解析杨子 穿红色大衣出镜 扮演的角色是一名乘客和顾客 扎着简单高马尾 竟显活活可爱 那道白色娃娃里 衬蝴蝶结衬衣 看起来简铃又甜美 在台上的表演也是非常可爱 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自然娴熟 表情也非常到位 红色的长款大衣 利用传统式的翻领设计 简洁大气 直通版型具有很好包容性 穿上可以轻松遮住 女性身体不足之处 里面还可以叠加更多衣服 杨子下搭黑色半身白褶裙 绣出白皙的小腿 脚踩黑色烟管靴 杨气又时髦 整体穿搭公式采用力短歪掌 特别时尚 王宁的一品解析 王宁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上春晚 他的应变能力 以及表演能力 都是大家认可的 这次穿着橘红色工作服外套 那搭白色衬衫搭配领带 看起来特别正式 留着个性发型 帅气阳光 尤其是说王宝强那句话 你的舌头是租来的啊 更突出了幽默搞笑的特点 王宁下搭黑色西服裤 当和王宝强互换外套后 真是晒爆了 俩人的对话更是精彩 平爱观众不少好评 我是悠悠 每天都会更新 不同身材的穿搭技巧 这里是一个专门解析明星穿搭 以及服装的搭配和设计 关注我让你了解更多穿搭小知识